尽管心里不愿意 齐木格还是努力地扮演着大副的角色 用完晚饭便与老石一起去探望燕红了 海棠和黄儿已经早早地守在了燕红的屋里 不知是探病呢 还是等着见老石 或者说是为了在老石的面前表现姐妹情深 燕红躺在床上 旁边呢放着熬好的小粥 齐木格看了一眼 好像没怎么动过 见老石和齐木格进来 燕红便挣扎着起身 齐木格说道 别挣扎了 好好地躺着 我和爷又不是外人 燕红虚弱地说道 让师爷和福尽飞心了 老石走进了说道 还是吃不下东西吗 可是不合胃口啊 燕红摇了摇头 没什么胃口 勉强地吃了些 海棠在一旁接过了话头说道 这里的天气又炎热又潮湿的 就是好人哪 都没什么胃口 何况病人哪 齐木格瞧了瞧海棠 气色确实不太好 脸上没什么血色 整个人也是一副颓废的样子 边问春燕 今儿见了些什么事啊 春燕回答 就是喝了两口粥 老石立即地说道 这怎么行啊 就是好人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齐木格想了想 对燕红说道 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吃的 让厨房坐去 燕红依然摇摇头 这么多人挤在一起 室内的温度至少升高了两度 齐木格有些待不下去了 便说道 那我去厨房看看吧 爷你在这陪着燕红 大夫来了派人知会我一声 齐木格出来后 没有去厨房 也没有回屋 而是在天井中乘凉 轻咬着凉扇 思绪飞到了天边 不知道过了多久 乌鸦才来通知齐木格 说大夫到了 等齐木格慢慢地走到燕红处时 大夫已经诊完了脉了 正在开着药方 老师的脸色不大好 齐木格有些担心 问道 大夫怎么说呀 没什么答案 就是水土不服 老师说道 齐木格有些奇怪 既然只是水土不服 那老师摆了个臭脸 给谁看呢 齐木格心里也有些气了 心想着 难道是我让你小妾 水土不服的 便没有吱声 大夫开完房子后 又告知 睡前饮用一点蜂蜜 因为水土不服 与脾味虚弱有关 蜂蜜不仅可以健脾和胃 还有镇定安神的作用 另外还交代多喝茶 齐木格以前听说过 蜂蜜里含有激素 孩子吃了后发育提前 因此便不敢给孩子喂蜂蜜了 至于茶嘛 小孩子还是免了好 于是便又询问了一些 小孩注意事项 大夫只说 多喝水 多吃清淡的食物 再无其他的建设性提议了 齐木格又请大夫 给烟红和海棠 一一把了卖 开了些调理的方子 刚想叫小英子 取了枕金 送大夫出门呢 才发现 屋里就没有小英子的踪影 也没有多想 便让乌鸦去罢了 期间 老师叫齐木格也把把脉 齐木格拒绝了 是要三分读 好好地排队看什么病啊 大夫走后 齐木格见老师 没有离开的迹象 便强笑着先退了出去 回屋后 早早地大发乌鸦他们 下去休息 齐木格只想自己 好好地静一静 夜深了 也没见着老师回来 齐木格苦笑着熄了灯 不停地对自己说道 国情如此 风俗如此 看在老师天天来回跑 一百多里的份上 也不能让老师太难做 泪 却不知不觉地滑落了下来 小英子悄悄地跑进了书房 对老师说道 爷 附近房里的灯熄了 应该是睡下了 齐木格走后 没多久 老师就捏手捏脚地回到了书房 派小英子盯着齐木格的动静 老师有些小心地过了头 担心齐木格会派人去找他 所以一直在等齐木格歇息 得了信 老师起身说道 吩咐刘过后勒猛出门 一行四人 做贼似的出了门 走在大街上 老师还不忘风口 勒猛 不许走路封城 勒猛正死道 谁放心 弄在谁也没说 就是我家的婆娘也不知道 乌鸦她们也没地儿得信 老师这才满意地 扬起了马鞭 到了城东的一个偏僻的小巷 勒猛走到左边的第三家 敲了敲门 很快就听到人问 谁 勒猛说道 开门 吱的一声 门立即打开了 一个身影 一边朝着里边跑 一边喊道 姑娘 爷来了 老师黑着脸进了院门 没礼从屋里奔出来的人影 静止地踏上了台阶 进了屋 院中的人影愣了愣 忙跟了进去 老师坐在屋里 恶狠狠地盯着如画 冷冷地说道 怎么 银子不够 在广州待不下了 如画咬了咬唇 咬了咬头 用蚊子般的声音说道 奴婢是爷的人 爷在哪儿 奴婢就跟到哪儿 说完又抬起头 看向老师 水汪汪的大眼睛 扑沙扑沙的 很是动人 爷 奴婢知道出身卑贱 只求能在爷的身边 端茶地水 伺候爷 奴婢不求别的 只要求远远地 见上爷一面就成了 说着又给老师跪下了 那日防御大人过寿 奴婢并不知道 爷的身份是如此的高贵 只觉得爷举止风流 当时便放心暗许 见爷当日打赏的那么大方 满以为爷会过来输人的 可谁知盼来盼去 却是防御大人将奴婢给输了去 当初听说要将奴婢送给十二个 奴婢只以为 这一生再也没有了生去 天可怜见 兜兜转转一圈 奴婢又见着爷了 没了到 爷却嫌奴婢粗笔 奴婢一时羞愤难当 便想聊此禅生 爷将奴婢救星以后 奴婢已经没了心思了 爷的身份高贵 不是奴婢懂人有福伺候的 可爷又将卖身器交给了奴婢 又给了奴婢银子 还问奴婢老家何处 要派人送奴婢回乡 好生的过日子 说到此时 儒华再也忍不住了 硬硬地哭了起来 奴婢自幼就被卖给了衙人 流落风尘 尝尽了人情冷暖 打技士气 就没认真心为奴婢找想过 儒华抹了抹泪 继续悲气地说道 爷是第一个为奴婢打算考虑的人 爷 奴婢这又才起了心思 想留在爷的身边 好好地伺候爷 不为别的 在爷的身边 至少还有人会心疼奴婢 见着眼前柳腰连脸的女子 纵然哭得化容失色 依然毫不掩饰 其千娇百妹 还是那么勾魂夺破 老师的心里后悔得要死 总算明白 为什么说色字头上一把刀了 当日儒华醒来后 也是这么离话带雨的一哭 老师觉得 眼前这油雾推出去着实可惜了 反正启木阁远在京城呢 怎么也能瞒得死死的了 便肆意云语了一番 儒华虽说是个清官人 但风月场所出来的 还是别有一番滋味 让老师回味无穷 出京人事的如画 虽然额头上还带着伤呢 但依旧尽职地伺候老师穿好衣裳 然后又问老师喜欢的口味 说是要为老师下厨做饭 老师当场就回绝了 偷偷摸摸的爽爽没什么 若是在这里吃饭的话 这万一消息传回了京城 自己怎么都圆不了谎 齐木阁还不知道会气成什么样呢 儒华赞昧的入骨 也犯不着为了儒华 惹齐木阁生气呀 见老师拒绝 儒华撒着胶鼠道 爷 等过些日子 附近来了香山县 会不会容不下奴婢啊 毕竟奴婢这身份 儒华后面说了些什么 老师压着就没听进去 只是记得了儒华前面所说 齐木阁过些日子要来香山 儒华不知道的是 老师此时只接到了齐木阁的密纸 还没有接到齐木阁的家信呢 九二哥的书信也是没有到 因此对齐木阁要来的消息 老师压根就不知道 若早知道了 就是面前放两个天仙 老师也不敢越雷池半步啊 可让老师黑脸的 并不是齐木阁要来的消息 而是儒华是怎么知道的呢 儒华见老师一下变了脸 有些忐忑地说道 奴婢只是担心而已 老师在震惊之余 也回过了神来 冷冷地说道 福晋不是你能随便提的 回应后 老师立即给九二哥去了心 让他查双寿和朝中的哪些人 来往过密 并没有提儒华的事 老师觉得有些丢人 大着胆子偷食一回 却掉在了坑里 每两日 九二哥的书信就到了 证实了齐木阁要来的消息 老师仔细地回想了一下 当时没人在院子里 那么应该没人知道 自己将儒华收了房 因此便将儒华安置在了香山县 但还是口口盛盛地说 让儒华回老家 找个老师人过日子 并派人在一旁好好地盯着 想顺着这条线 好好地查到底 是谁在打自己的主意 儒华自然是不会走的 除了隔三差五的 做好吃时 送到前山站以外 并没有与任何人有联系 等老师到了广州街 齐木阁的时候 儒华却也跟了过来 而丁烧的人 还是被蒙在鼓里 这让老师是又气又急呀 顺势要将儒华留在广州 又从清兵中 留了两个人继续监视 从今天的情况看 两个清兵又找到了 老师回来问罪的时候 香山的丁烧者告知 他们亲眼看到儒华和身边的小丫鬟 上马车去了前山寨 然后在傍晚的时分返回了香山县 不过回来的时候光线有些暗 儒华下马车的时候 看得不是那么真切 一切的迹象表明 儒华和他背后的主子知道 有人在监视他 但依然还是义无反顾地 甩掉了丁烧 暗场里推测 若儒华知道有人盯梢 怎么都应该按兵不动啊 而儒华去了广州 是为了建齐木阁 回香山也是为了建齐木阁 老师盯着 卑卑怯怯的儒华 想不出来 他背后的主子 到底要盖些什么 难道 只是要为了害齐木阁吗 也许交给九阿哥的侦查任务 有些繁重 九阿哥还未将双手的交际圈 发过来 老师是一点头绪也没有 老师很想告诉齐木阁 让齐木阁接见一下 但又怕儒华对齐木阁不利 万一冷不丁地朝齐木阁撒点毒 可怎么办呢 而且老师自己 虽然可以面不改色地声称 没有燃至如画 可若是齐木阁不相信 那又怎么办呢 齐木阁早就放了话了 纸容府里现有的三个 不准再添新人了 出了皇儿的事 后院几经调整 烟红他们身边的丫鬟 只能用五官端正来形容 这老师又不是个傻子 自然知道齐木阁防的是什么 而且明摆的就是连通房的丫鬟 也不允许 老师心想 这如画的身份 顶天了只能当个通房的丫鬟 若齐木阁认定 自己破了如画的身子 肯定会断定自己 想要收通房丫鬟 那时节还不知道怎么伤心呢 一想到齐木阁在保定那么个哭法 老师就恨不得给自己来耳光 怎么就那么的不长记性啊 直接除了如画吗 老师摇了摇头 在没有收到九哥的信之前 如画还得留着 想了想 老师说道 你好好的给爷在这里待着 若再让爷知道 你在爷府门打转 也打断你的腿 说完便怒气冲冲的走了出去 回到了书房 熬夜给九二哥写了封信 敦促九二哥要提高效率 并且要求派几个机灵的探子过来 老师已经不打算再从清兵中派人了 总共才十个清兵 对方肯定早就将每个亲兵都认熟了 派了也白派 还不如留在府里加强警戒呢 第二日 老师依旧与齐木格一同共进早餐 齐木格也表现得一切正常 老师走了后 格琪打了个哈欠 齐木格问道 怎么昨日没睡好吗 格琪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半夜醒了觉得热 老半天没睡着 在京城 格琪他们都是住两人家的 如今却是四个人挤在一屋 自然有些不习惯了 齐木格想了想 哎呀 看来呀 得赶紧重新找房子了 瞧你们这最瘦的 扎牙说道 主子 在京城的时候 春燕他们可羡慕我们了 因为主子从不要我们守夜 可如今呢 奴婢只有羡慕他们了 昨儿见春燕又去守夜了 心里直痒痒 齐木格笑道 那你呀 该和春燕打个商量 帮他去守夜 说到这儿 齐木格觉得不对呀 香山的房子是大家 没有被隔成外家和里家 老师留宿在烟红那 春燕怎么还去守夜呀 老师和燕红还没那么开放吧 齐木格疑惑地问道 哎 春燕昨几时去守的夜呀 格奇说道 有点早 奴婢们还在天井里乘凉呢 他就抱着席子过去了 毕竟锅罗罗市不舒服嘛 齐木格心想 难道老师去了海棠的屋吗 那也太过分了吧 那个海棠和黄儿的丫鬟都在守夜 扎牙说道 嗯 不过他们去得晚 齐木格的心下更觉得奇怪了 那昨晚上老师在哪睡的呀 乌鸦 你快去把小鹰子叫来 京城四阿哥府 四阿哥的长子加笛子 八岁的红灰 轰 四父亲哭得 昏死过去了好几次 四阿哥心里也难受得要命 却还要死死地撑着 而老师这边 见老师逗着孩子玩得正高兴呢 齐木格笑着说道 安安 冰冰 让嬷嬷带你们回房休息好不好啊 阿嬷都累了一天了 明天早晨再陪你们玩啊 安安被老师抛到了半空 咯咯地笑着 冰冰正在凉榻上 羡慕地看着安安 啊啊地叫着 嬷嬷在一旁 小心地扶着他 爷三就没人搭理齐木格 让齐木格觉得 分外的挫败 小的没有办法讲道理 那只能对大孩子说教了 齐木格冲着老师喊道 爷 这么大热天的 当心孩子热上风啊 老师听了这句话 便停止了抛空动作 将安安抱好说道 是啊 安安的额头也出汗了 安安眯着眼睛 开心地抱着老师 对老师一阵的猛亲 这眼脸 塌鼻子对塌鼻子 老师的脸笑得像花一样的灿烂 齐木格伸出手说道 安安让额娘抱抱 安安想了想 伸出手 身子向齐木格扑了过去 齐木格接过了以后 安安对着齐木格又是一阵猛亲 齐木格摸了摸安安的后心 说道 背上也全是汗 得赶紧洗个澡换身衣服啊 老师已经抱起了冰品 将冰品立在手掌上 上下升降着 冰品的大眼睛也笑成了月眼 说来老师和孩子的接触时间不长 也许真是血浓于水吧 安安和冰品很快就摆脱了对老师的陌生感 与老师大成了一遍 除了睡觉或是不高兴 其他的时候 老师似乎比齐木格还更受欢迎呢 老师一边逗着冰品一边说道 冰品 明早抓住啊 你可一定得悬把刀 实在不行 弓箭也成 长大了 我和阿满一起去带兵打仗 冰品一阵猛地点头 冰冰地回应着 哎呦 好了好了 不行作弊的 孩子得洗澡睡了 待会儿玩晚了 又得闹瞌睡了 清歌笑着 劝老师将冰品交给嬷嬷